继禁止女性入读大学之后 阿富汗塔利班政府22号在下禁令 禁止六年级以上的女性上学 军方已经进驻校园 对女性学生实施强行驱逐 七国集团谴责 性别迫害等同于侵犯人权 近日前禁止女性入读大学 塔利班政府22号再下达一纸禁令 禁止六年级以上女性入读所有公私立教育机构 在塔哈尔省一所民办教育中心 女孩们当天被强行逐出 有多名女孩声称遭到殴打 每日来塔利班安全部队进驻各所公私立大学 课堂上的女学生被当场驱离校园 很多女学生即将毕业 而她们多年艰难学业就此被断送 阿富汗高等教育部22号首次出面回应 将下达禁令的部分原因归咎于女性学生 未遵守伊斯兰教法佩戴头巾 且校园内男女学生间存在互动行为 塔利班政府并表示 这是阿富汗国家内部事务 外国政府不得干涉 七国集团同日发表声明 谴责性别迫害等同于侵犯人权罪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次要求塔利班撤销禁令 并明确如果不撤销 塔利班将会付出代价 多名外交官员认为 这将令塔利班面临的政权合法性和国际制裁 进一步复杂化 与此同时阿富汗女性并未停止抗争 当天在最高学府喀布尔大学附近 数十名女学生脱去罩袍 为争取受教育权振臂高呼 这是他们在禁令颁布后 首次示威游行 在另一段网传视频中 示威女性面对安全部队人员 猛烈喷射消防水枪 却未有退却 持续高呼抗议 连日全国多地零星示威不断 甚至获得男性声援 自塔利班重新掌权 示威活动应面临镇压 一直极为罕见 外界认为 尽管眼下只是星星之火 但已显示国内对塔利班政权的 不满情绪正在愈言愈烈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反正和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